真的太噁心了 你能不能让我换一个身份 不当中国人 我们解放军终于成功解放台湾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巴旧 周星浙的指天 石立民出访秘鲁 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台湾依照每年的惯例 会在主办国刊登相关的广告 来区别跟中共的不同 顺便让当地民众更认识台湾 那这次我们台湾刊登的广告 是在立马市中心二十几层龙的地标上 当然在其他的地方也有 大概七八个吧 然后就有一群小粉红 大约十七人左右 戴上口罩闯入这栋大楼 想要拆除这块LED看板 非常的荒谬是吧 结果被警卫发现驱离之后 他们直接破坏当地接连这栋大楼的电箱 造成断电四五十分钟 避免习近平车队经过的时候 看到玻璃心碎 直接原地射死 对吧 有没有非常搞笑 你看都直接这么明目张胆的干涉他国内政 破坏当地民营企业的这种广告 还破坏当地政府的电力设施 已经到如此嚣张跋扈的地步了 而且就连在机场还有其他的一些 这个街道 也都有不同规模大小的台湾广告看板 在此之前 也有不少小粉红组成这个人海战术 包围看板 不让民众观看 很像这种此地无垠三百两 你这种反而让人家更注目 我都觉得你是不是台湾演员的 谢谢你帮台湾宣传 没有你们的帮忙民众可能只是撇一眼 然后就继续走他的路了对吧 现在你们这样围过去包在那边 民众反而会好奇撇个三四眼 甚至拍一下台湾 那这群人为什么挡在台湾 什么原因啊 有没有可能是中国啊 有没有可能是粉红不爽 感谢你们 果然都是总加速师的子民啊 越做越有反效果 太棒了 而根据当地报社新闻媒体也报导出了这一点 让非常多的民众跟广告商都觉得非常荒谬 甚至也有不少广告商爆料 小粉红派几个代表过去恐吓不同的广告商 如果你不撤下接下来我会让你做不了生意的 因为全世界都是中国的 包含你们秘乳 目前啊 该国首都机场内的广告看板 已经下架了台湾的广告 但也放了一周多的时间才下架了 那这次不仅台湾派过去的代表 跟拜登政府将举办双边会谈 拜登跟习近平也将举办双边会谈 那拜登政府也快速通过了 对台积电在美国的2161亿的补助款 也重申了维护印太及台海的稳定安全 而目前啊 外国媒体路透社表示 赖清德可能在未来的几周啊 前往太平洋等岛国进行国事外交 这期间啊 会停留夏威夷或是关岛 目前他们还在商讨之中 那这两个地方都是美国岛链的重要军事基地 假使赖清德会停留在其中之一的地方 想必一定会秘密的与军事的官员会谈 台面上也会派出一些参众议员去接待 那现在也不清楚 到底这个时间川普上台了没有 那如果川普还没上台的话 那肯定川普也是会派代表 去跟赖清德政府去接触的 对吧 当然现在台美双方政府都保留态度 而且也说没有此项计划 想必应该是怕中共从中作梗破坏 或是派一些渗透对吧 或是派蓝白直接影响这个舆论 所以现在就暂时不透露什么 也都不说清楚讲明白 大家有没有发现 裴洛西来到台湾飞机 在转向那一刻 台美双方才证实这件事情 所以有没有可能也是这样 不得而知 那还有一名小粉红啊 在小红书上分享了一个 看到台独议题的时候 这个文章我暗哭了 非常滑稽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篇文章 上课讲TW问题的时候 我躲在厕所哭了 上刑事与政策课 我也一直不怎么听 今天讲到内ZHENG内政问题的时候 放了一个讲台独的视频 里面出现了一个中国原则 TW还有一些风口浪尖上的宣传 台独言论的时候 突然就好想哭啊 可能从小接受的教育 读过看过这么多历史书 才明白中国走到今天 又多么不容易吧 没有共产党 这批自我奉献的人 哪有今天的我们呢 我始终相信台独 一个中国原则 没关系 等你出去找不到工作之后 你开始在卷人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些什么都是个屁 知道吧 除此之外 更令人软心的是什么呢 中共台湾省艺人刘乐言最近啊 又给境外势力低刀子了 他在微博上打呛 中国饮食基地横电大将心了 原本八个小时为一般 538块台币 电成了10个小时一般 605台币 这个时候算术非常好的小粉就会呛 你看 长新了吧 从500多涨到600多 OK 但是学过一点数学的都知道 这样平均下来 时薪原本是67块 变成时薪60.5块 那刘乐言也直接呛 现在时薪一个小时 都买不起周边的奶茶了 哦 原来在中国恒店附近 一杯奶茶要六七十块台币啊 你是在台北的消费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消费 这样的薪水会不会太低啊 在台北六七十块还必须得是真 不然我不满 而且最低时薪必须是你的三四倍以上 这样才合理啊 所以你们那个物价 跟这个薪水是城镇比的嘛 继续舔购嘛 刘乐言 被铁拳了这么多次 还是名玩不敌 没有关系 因为台湾你也回不来了 当然刘乐言也还指出啊 六十多块台币到手之后 还要被仲介抽走十% 那到手剩多少 四十多块台币 真的 中国经济真的是越来越棒 越来越复兴了 越来越有钱了 中华民主伟大复兴了 更搞笑的是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和清 前几天在X上发布了一条影片 是一群中国军机飞翔的画面 他在这个文章中指出啊 中国战机整齐化翼的排开 航行青山绿水间 霸气巡航 唉 不多说了 我直接上这个影片 他到底分享了个什么东西 让人家这么的无奈 我们解放军终于成功解放台湾了 对的 没错 这就是动画合成的 而且合成的非常的烂 连AI的水准都没有到达 连后面的山都在动 原来鱼公移山在中国是真的 这个山子先给移了 原来在中国 山子会动啊 又非常搞笑 中国大使就这种水准 真的还假的啊 都分辨不出来了 自我欺骗吗 还是解放军对台军售的动画 你们看多了 以为这个真的就是这样子 我真的会吐血 太丢人了 你说小粉红发这种就算了 农村的粉红没读卧书 没见过世面 天天看这种 信以为真 你们粉红头子 在外交领域上的 明明就见过世面了 还发出来这么的一笑大方 太暖心了是吧 OK 以上讲完这么多暖心的小事件之后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 最近有一位去参加乌克兰方的中国志愿兵 彭承亮正王了 他是唯一参加乌克兰方的中国籍人士 更是在营区中 结识非常多的台湾籍志愿军 他们都成为了好朋友 他生前也指出 若是他不幸正王了 希望可以用台湾的国旗 扑在他身上 葬在乌克兰这片自由之地 那彭承亮是云南人 曾经痛呛过俄罗斯 赞扬乌克兰 也痛骂过中共 更是发表过反共侵台的立场 在中国境内被公安发现 入狱了七个月之久 才释放出来 之后他就跑去乌克兰参居 要痛击俄罗斯 以及打击参加邪恶一方的中国小粉红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我能为这个国家做点小学习 他就每个星期间只要训练有时间 周六周末都会回家 他说我要回家 他就喜欢做饭吃嘛 就喜欢逗狗逗猫 特别开心的一个孩子 现在想起来就是 我真的没有一点感觉 他离开我 他就坐在我这里 我的兄弟就看着我在讲这些事情 就是说这个 曾经骗他的钱的人 我今天已经跟他说了 如果但凡一个人 在我们亮仔走了 之前走之后 都一直委托要把这个钱 拿回来给他的父亲 因为是他的爸爸 支持他买一些装备的 这样说是吧 借这个频道告诉大家 我就已经举报他了 他自己最好是去自首 没有你们这些人 乌克兰很干净 就是在美国大选前夕了 俄军是在疯狂地发动这个人肉通风 就刚刚到达之前 我在跟他确认 我是怎么做 他说牺牲是每一个人来这个地方 做的第一个选择 就是你要当这个军人 保卫自由的军人 你就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我见了无数次的这些军人 入葬啊 这个过程我都拍过 但是我从来没想到过 我们自己的同胞兄弟 也会安息在这里 同时也是意料当中 这就是军人 所以亮仔 圆了他的从军梦 圆了他的英雄梦 OK看完这个 不仅他不想做中国人之外 最近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 也拍片痛骂 自己也不愿意当中国人了 太丢脸了 我们马上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段暖心的影片吧 这个网上现在都恶心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都 我根本都不想跟你们 成为一个国家的人 真的太恶心了 有本事我们足球队赢他 赢日本队 行不行 跑步比他快 好不好 杀自己的同胞 没有 只有我们中国有 所以中国这个民族 真的 他不是从今天开始 从很早很早的这个朝代开始 一步一个脚印 看得太明白了 我能不能再重申一次 我不想跟你们当同胞 我能不能跟有关部门 现在表达一下我的想法 你能不能让我换一个身份 不当中国人 那这条影片很快就被下架 而且被小阿粉痛骂 而目前啊 崔永元啊 是被中共政府 边控禁止出境的人员 你要想啊 以他的名气 比王志安说的更直接 更明白 不模拟两可 不在这种议题上 打含糊 你说这种人 而且他是正牌 正编制的央视 他跑到了日本 跟这个体制外 编制外的 这个约聘的王志安相比 你说中共政府 会让他跑过去吗 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喜欢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八小小见了 拜